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书电影,我们今天来看男子意外得到一面铜镜,从里面钻出小胡仙的故事,小胡仙。 男主从小就失去了父母,和当算命先生的舅舅相应为命,舅舅一心想让男主继承他的一波。 但男主志不在此,他的愿望是到社会上去闯荡。 这天,男主在舅妈的安排下,去到一家广告公司应聘,路上开跑车的美女小美帽子掉了。 男主帮忙捡起帽子,并对美丽的小美一见倾心,好不容易来到公司大楼,刚进电梯,发现超重了。 于是,他把一个油腻男踢出了电梯,可是没想到这个油腻男竟然是他们公司的人事部经理。 油腻男说,不跟他计较,要破格录取他。 男主一看油腻男笑里藏刀,肯定打算将来公报丝绸压榨他,于是提起公文包就要打刀回复。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,他看见了之前那个开跑车的美女小美。 男主色令置婚,当即答应了留下来。 接下来,男主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日子,不仅被派去当广告替身,还要跑断腿帮油腻男买花讨好小美。 男主趁机约小美去吃晚餐,但是高贵冷艳的小美在晚餐时,明确保是不会给他机会。 一天,舅舅去古董店卖东西,顺手偷了一块铜镜回来。 这块铜镜被男主拿到了公司,男主意外将封印铜镜的符烧掉了,还不小心照到了小美身上。 这一顿操作放跑了被关在镜子里的小胡仙,因为镜子吸收了小美的长相,小胡仙长成了小美的样子。 小胡仙在剧场听到油腻男想害男主,于是捉弄了油腻男。 油腻男觉得有小鬼作祟,于是请来男主舅舅抓鬼。 可是小胡仙的法力高强,当场下降头将男主舅舅耍得团团转。 舅舅当着众人的面又是唱歌又是咋耍的,男主看着舅舅实在没办法,于是决定自己解决这个鬼怪。 半夜小胡仙果然出现,偷走了祭坛上的水果,还附在剧场的石像上戏弄男主。 男主察觉那是面铜镜里有古怪,于是想尽办法要扔掉铜镜。 男主用压路机准备压掉铜镜。 小胡仙急忙从镜子里现身出来,还变了一群流氓考验他会不会做护花使者。 男主虽然很怂,但最终通过了考验。 小胡仙觉得男主十分有趣,假扮成小美,邀请男主到家里吃饭。 到了晚上,男主去赴约,结果被真正的小美大骂一顿赶出了门。 男主气到发誓再也不和小美说话,不然他就不是男人。 这时,小胡仙又冒了出来,男主一和他说话,立马胸变大,变得不男不女。 这让男主十分恼怒,他质问小胡仙为什么要害他。 小胡仙对他说了实情,盘摆自己是一只狐狸仙子。 当初小胡仙被封印时发过誓,谁要是能放他出来,他就以身相许。 可是男主喜欢的是真正的小美,小胡仙便答应帮他追求小美,还变成了他的样子潜入小美家。 结果害男主被当成了色狼,被害惨的男主为了让小胡仙远离自己。 苦口婆心的劝小胡仙回到镜子,结果小胡仙用自杀威胁他。 男主只好答应和小胡仙在一起,久而久之他真的爱上了小胡仙。 一天男主的舅妈出门被童镜照了一下,小胡仙变成了舅妈的模样。 男主害怕舅舅误会,连忙拿着镜子回公司准备照小美。 可是误打误撞照到了清洁阿姨的脸,小胡仙又变成了清洁阿姨的样子。 男主和小胡仙亲热时被公司人发现,同时都笑话他老少通吃。 男主羞愤的想让小胡仙变回去,小胡仙觉得男主是嫌弃他的长相。 至始至终爱的都只是小美的外貌,两人陷入冷战。 晚上舅舅发现男主对他镜子自言自语,怀疑他中了鞋。 于是将那面镜子扔了出去,正好扔在了一辆车上。 男主发现后追着车跑了出去,结果被一辆车撞死。 小胡仙为了救男主启动法力让时间倒转,自己则替代男主被车撞倒。 小胡仙死前和男主坐下约定,让男主等他18年。 18年后,小胡仙转世在了一个黑美女身上,如约来到了男主身边。 电影就这样在一片欢声笑语里结束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